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极洲冷得不得了 居然随着气候变暖 现在南极的气温首次超过了20度 所以专家过去说了 即使夏季也没有 从来没有南极是很冷的地方都没有这么热过 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 这个南亚有4亿个黄蜂 据说在亚洲肆虐 然后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么 现在世界 很多的国家呢 都在跟新冠病毒呢 展开的这个 决战 美国呢 在2020年开始就爆发了40年来 最大的 严重的流感 印尼呢 洪水有17 多万人呢 无家可归 大家在澳洲都知道 澳洲的大火 山火 洪水 雨季的洪水泛滥 还有65万只蝙蝠呢 涌入了这个城区 英国呢 迎来了世纪的风暴 加拿大芬兰呢 暴风雪呢 这个整个把城市都封了 所以国家都宣布紧急状态 在巴西的圣保罗呢 遭到暴雨袭击 37年首次 撤离了几万的这个住家 菲律宾的火山喷发 数万居民撤离 各国地震的频发 尼日利亚爆发新一轮的 拉萨热疫情 所以等等的这一切呢 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天灾呢 真是不断 那么人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 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你要是今天不懂得 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你可能就会受到伤害 就像现在的人一样 现在的人比过去 越来越容易暴怒 越来越很难相处 所以你没有一定的忍耐 没有一定的对别人的理解 你很难 能够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心情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现在社会 人与人的接触 实际上就是一种 心与心的相通 如果你能了解它多一点 你就能够 心里跟它相通 会过得好一点 你如果经常的心中想不开 你就会有很多的心魔 你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人总是在想不开当中生活 总是在很多的内心的折磨当中 过着日子 这就是一种心态 也是一种心里的心魔 所以只有把这些想通 去把它自己内心的那种不好的意念 把它把它消掉 你心中才会不产生障碍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容易有障碍 因为现在的人没有道理可以讲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每个人嘴巴里一开口都有道理 那到底谁有理啊 因为你觉得你有理 他觉得他有理 所以这个理就没了 实际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当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的魔心就开始运作 然后你的心变得狭小 变得争斗 你就会变得嫉妒 然后呢 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慈悲呢 宽广无量心呢 全部都会慢慢的消失 所以当一个人 争斗心多了 烦恼心多了 嫉妒心多了 那么人就慢慢的 会对自己的内心产生破坏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怎么样 能够避开一些烦恼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人说我想避开 但是避不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心态啊 对不对啊 那你想一想 有一个2月19号的报道 在澳大利亚悉尼 遭到风暴袭击 那天晚上我相信你们都感受到风暴袭击 哎呀狂风啊暴雨啊 一个男子在回家的路上 结果被风刮来的煤气罐砸死了 你们想想看 人多可怜 一个煤气罐就把你砸扁了 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所以大家懂一懂 现在澳大利亚的蚊子特别厉害 你们要当心 平时睡觉的时候多擦点风油筋 真的 因为蚊子怕风油筋的 你身上擦一点之后 你晚上睡觉 他闻到那味道 他就不过来了 你如果不擦的话 他这些蚊子 是因为澳洲的暴风雨 有数百万只毒蚊子滋生 会引起传染病的 所以希望你们平时 把那个风油筋带在身上 跟师父一样 这个真的很好 风油筋万斤油特别好 然后呢 你们看到过澳大利亚一个新闻 两列火车相撞 结果火车出轨 你们看见吗 一百多人的火车脱轨 两人死亡 数人受伤 想一想 在Sinibande Beach 两个人在Bande Beach 岩石边上玩 结果没想到一个巨浪冲过来 把他们拖入海中 男的淹死 女的受伤 获救 想一想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海边走走路 你都要当心 师父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怎么不要有智慧 一个人怎么也不要避开 有形的危险 还有一些无形的危险 你们知道无形的危险是什么 脑残 想不通 就是无形的危险 因为你天天想着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你会得忧郁症 你会得精神病的 所以这种无形的 就在你心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就慢慢慢慢的 就会心里想不通 然后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你就是破坏了你自然的内心的环境 我们说自然灾害 很多人为什么会跟别人吵架 天天抱怨 他碰到了一件事情 他就抱怨 最后他就出事 先讲三名乌克兰的 罪汉 开车吵架 有一个人恼羞成怒 引爆手榴弹 蹦的一下 炸的一塌糊涂 你们想想看 你们有时候开车 你们跟人家闹不闹 有的时候 开了紧一点 按人家喇叭 他停下来了 他开到你前面停下来了 他走过来了 你怎么办 你们不要以为啊 你不知道前面开车是谁啊 对不对啊 他走过来打你 你怎么办 我亲眼看见我 我在那个女的车后面 那个女的跟那个大货车互不相让 在Top Ride的那个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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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Ride的那个边上 就是拐弯的 拐弯一个大马路边上 那个大卡车司机啊 就 他按他喇叭 他按他喇叭 那个澳洲人 他跑上来 把他拉出来啊 就是一拳了 怎么样 我打了你了怎么样 那女的最后自己开车跑掉了 你不是白打 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呢 让 礼让三贤 在家里也要让 在社会上也要让 因为当你忍辱的时候 你就避开了灾难 你不能忍辱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灾难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 啊 不能 人跟人 不能争的 啊 你看最近 刚刚报道的 澳大利亚的 橄榄球队员 叫巴克斯特 他 纵火烧车 把他的前妻和三名女儿 孩子少 三岁 四岁和六岁 你们想想看 你以为离婚了 没事了 对不对啊 冤结还没结束啊 他搞你啊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结束了 就结束了 法律上 结束了 但是感情上 他不要命 你要命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 像我们 还有办法 很聪明 对不对啊 那那些不学博的人怎么办呢 不能念啊 有的时候跟孩子闹翻了 孩子哪一天都跟你翻脸了 你只有念结节奏呀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不要去争吵 自私为己的人 他心中没有慈悲的了 他只有仇恨 所以我们不能在自己心中增加 那种各种各样的仇恨 所以现代人的自私的想法 就像一个个癌细胞一样 轻视着你的身体 这个想不通了 那个想不通了 这件事情想不通 那件事情想不通 天天想不通 就像癌细胞一样 轻视着你的身体 让你呢变得越来越暴躁 身体觉得不舒服 感情觉得不舒服 人活在世界上觉得不舒服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不舒服 对你这个人就会不舒服 你的生活 你的感情 全部都会被你的心里的那些癌细胞 所侵蚀 然后慢慢的变成毁灭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人不管碰到任何事情 主要是一种感受 你感受还很好 你就过得来 你感受过不来就过不来了 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了 当时的感觉 对你非常重要 因为你当时感觉 没有关系 你可能就没有关系 你当时感觉这个事情 我过不来了 你就造成了你过不来的痛苦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什么事情都要过得来 有什么过不来的事情 对不对啊 师父跟你们讲一个 不生气 现在人呢 说不生气有个口诀 我们当然了 学佛人 不生气就是境界 念经都知道缘分了 但是社会上的人 不生气有个口诀 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静下来默念 他们不学佛的 叫默念 心中默念什么呢 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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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会随我 随我 随我 冷静 再冷静 如果你的老婆 或者你的丈夫 惹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静下来 心中默念 我自己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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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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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社会上 自己自娱自乐 来解决问题的 如果工作上 你很生气的时候 你要静下心来 心中要默念 他给钱的 给钱的 给钱的 我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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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每一个人呢 都是要开开心心了 有的时候啊 就是一种缘分了 你想不通也得过一天 你想得通也过一天 那永远不要去生气 笑口常开的人 活百岁啊 对不对啊 早晨笑笑 欢喜热闹 白天笑笑 更有情调 晚上笑笑 睡个好觉 微信笑笑 有趣美妙 有趣美妙 然后 碰到了困境笑笑 万难其消 烦闷的时候笑笑 有愚愁 烦门忙的时候笑笑 干活 啊 利索 闲雨的时候笑笑 快乐逍遥 老来的时候笑笑 越长越翘 经常笑笑 健康到老 所以人生就是靠你自己调节的呀 你自己开心 你自己就发喜充满 你今天不开心了 你给自己就是带来了痛苦呀 对不对呀 所以人间任何的事情 没有什么苦乐的 这个事情再苦 你认为它是乐的 你也就是乐的嘛 这件事情再快乐 你觉得它是苦的 你也会觉得很苦 那很多人想不通了 这个明明是苦的事情 我怎么会觉得快乐呢 妈妈生孩子的时候 苦不辣 痛不辣 但是妈妈脸上含着微笑 因为孩子出来了 对不对呀 她觉得很开心 很快乐 这就是一种感觉 那就是一种理解 实际上就是个过程 主要是你主观的感受 今天很多人在做功德的时候 帮忙搬椅子啊 拿东西啊 磕头的时候 你觉得有时候磕头也好 拿东西也好 你觉得很累啊 但是她心中为什么开心啊 她不觉得累 不觉得苦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我做功德呀 做功德 我可以消负自己的业障啊 你就不觉得苦了 这就是人的意念 指导着你 所以人苦和乐 其实都是一种感觉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孩子长大了 不听话了 妈妈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啊 孩子考上大学了 妈妈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啊 对不对呀 那你反过来想 孩子不好的时候 妈妈觉得痛苦 也不要痛苦啊 孩子会好的呀 对不对呀 孩子好的时候考上大学了 妈妈也不要太开心 以后大学毕业了 还要找工作呢 对不对呀 什么事情都要把她心放得平衡一点 苦的时候不要苦到底 快的时候也不要快乐到到底 什么事情中观中道 对不对呀 你今天还活着 你就是好啊 你今天还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来修心 来快乐 就说明你已经控制好你的心了呀 很多人一辈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心态的呀 想发脾气发脾气 想闹就闹 所以她一辈子公司公司办不成 事业事业不成功 婚姻婚姻也不好 为什么 她想干嘛就干嘛 你要学会控制啊 对不对呀 你能够控制跟老婆不发脾气 你就拥有了太太 你能控制跟老板不发脾气 你就有了工作 你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天天不生气 你就拥有了好的健康的身体 所以这个人活在世界上 都是靠控制的呀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控制 控制有很多方法 想发脾气的时候坐下来 因为发脾气的时候都是站起来的 你看哪有个人一发脾气的坐下来了 坐下来就发不出来了 躺下来更发不出来了 听懂了吗 还有多喝水 还有出去看看外面的天 那是多么蓝的天啊 对不对呀 想想明天还很好啊 明天会更好 所以有个歌就是明天会更好啊 对不对呀 这师父就是跟你们说 自己的心就是最重要 看破人生 那是一次旅游啊 那是一次旅游啊 你们现在旅游已经差不多了吧 还有十几年旅游就结束了 我问你们 你们这个点旅游完之后 准备到哪个点啊 那当然了 这人往高处走 水往地处流啊 哪有人说到地狱 到地狱去旅游啊 当然往上跑啊 对不对 所以那么现在你们已经在 筹集到天上去的机票钱了 因为这是一次长途旅游 因为这一次走了 不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到这里了 这个旅游点结束了 就像你们过去有很多旅游点一样 你们去玩过了 一辈子玩过一次够了吧 还有人说我下辈子再要到这个地方去玩啊 有的很少 我们是不会在 到人间再来的 希望大家跟师父一次修行 旅游结束就离开地球了 对不对啊 就离开这个球了 听懂了吗 你看看看 这个英国有个摄影师 遇到风暴 丹尼斯抓拍滔天巨浪 他竟然发现浪花的形容 像女巫的容颜一样了 你们想看看照片吗 给他们看一下 好吧 那给你们看一看 大家看看那个时候 911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现在知道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不可琢磨的 我就跟你们说 任何的灾和难 它都有魔性 所以希望大家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多念经 你看不念经的人呢 一对法国的男女 旅游客 在纽约的哈莱姆区 闲逛的时候 突然之间被一个陌生人 拿一把刀就把他 把他脖子砍伤 血流了一地 你说到现在这种人 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为什么要找他 人家说 你为什么会碰上 你从玄学上来讲 可能是缘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你晚上出去干嘛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呢 因为有些人整天在练刀练枪的 他们找个人试试 你也不知道 所以平时要好好的 好好的守住自己 不要往外跑 少往外跑 安全 对不对呀 安嘛 就是一个宝盖头 一个家嘛 下面家里 人家说安全 一定要家里有个女人才安全 所以你看这个安全的安子 上面一个宝盖头 下面一个女人的女 一个家里没个女人就不安全了 所以学博当中 有时候会觉得比较累 有的人呢 啊我自己清修吧 啊我自己快点 成为一个治疗佛吧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啊 你跟别人在一起 有的时候会学到很多 开心的事情 帮助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是好人 学佛的人 虽然有一些毛病啊 矛盾啊 没关系的 一会就好了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你走偏了 没人指导你 没人讲你 时间长了 越走越偏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边上有三四个人 你开错车了 边上可能会有个人提醒你 哎 你今天开这条路对不对啊 上次好像不是这么开的嘛 他提醒你了 你可以调整方向啊 对不对啊 或者你看到别人的车 哎 他往那边开 他为什么公共汽车上写着 往那边跑啊 你可能会提醒自己的 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开车 没有边上有人 你也看不到周围有一辆车 你很快的 以为自己是对的 越开越远 你可能会走偏差 所以 学佛要共修是这个道理 像你们今天礼拜六来 也是共修呀 大家一起来修 很好啊 很多老朋友没见面了 到这里来见个面 有菩萨保佑 开开心心 对不对啊 大家相互打个招呼 心里是不是舒服一点呢 否则在家里看来看去 那几个老面孔 有什么好看的 对不对啊 出来多看看 看看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好佛友 你回到家 你说自了汉 你自己 我自己来做 实际上还是要 和众生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菩萨离不开众生 菩萨离不开众生 因为众生是未来菩萨呀 大家想到了就可以了 佛是走出来救度众生的呀 菩萨也是走到人间来 救度众生的呀 修菩萨行就是要做 善度之佛啊 善度之佛 就是善于去度别人的佛 哪一个佛不度别人的 他能成佛的 哪一个菩萨不救人 他能成菩萨的 所以福会才能双修啊 你们今天有福气吗 有 因为有了福气之后 你们闻到佛法 才会有智慧 有了智慧的人 才会出来 做更多的功德 才会跟大家在一起 跟大家一起快乐 那么这个人又有智慧 所以叫福会双修的呀 自己好了 帮助别人 你连自己都不好 你怎么帮助别人呢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不要去做众生 因为众生总是在迷惑当中 他是受五欲六成的染拙的 所以叫众生呀 你看看众生 佛菩萨讲的众生里面 还有很多是有缘众生 还有很多无缘众生 我问你们 鸡鸭算不算 这些活的动物算不算众生啊 好了 印度有两万只肉鸡 发病死亡 你们想想看 所以医生叫他们 所有的人别去吃鸡肉 想想看了 对不对 那些众生可怜吧 一发现什么疫情 一杀就是几万个 还有一个消息是 你看看师父在多少年前 就叫你们吃素了 一个19岁的白人小伙 在有一次在餐馆当中 吃了顿海鲜 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亡了 你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自己对虾过敏了 你们知道 你们对什么东西过敏吗 你们都不知道的呀 有的时候你吃了 你就死了 你说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不会死吗 不知道啊 我结婚我又不知道 吵吵吵吵吵吵会离婚啊 离了 这世界这样 没有碰到的事情 你要当心的呀 你不能自己觉得 没事就没事的 所以师父天天跟你们讲 早点吃素 早点吃素 你看学心灵法门的人多好 全世界有一千万人 都在吃素 你知道可以少杀 多少个动物啊 对不对 所以倡导吃素 非常非常重要 吃素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因为吃的是自然 不去杀害别人来填饱自己 不去 去生蛋别人的肉 来健壮自己 这个都是福气啊 这个都是福气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在素餐馆就很少有人吵架的 在荤菜馆一边吃荤的 一边喝酒 到后来打起来的太多了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吃素的人酒都不喝 你说酒能乱性啊 所以你不喝酒的话 你就喝平安 不会过头 什么事情 师父劝你们 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而且人要学会 不要太兴奋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哎呀一谈恋爱了 哎呀找到个人了 开心的不得了 你要知道 你伤心的时候在后面 26岁的华裔女子叫杨成 在澳洲丛林当中 迷路五天 你们知道吗 这个女孩子最后被获救了 她在一个山洞里 因为她跟那个男性朋友 在黄金海岸 山谷游玩 不幸失踪 找不到人了 到山洞里了 结果呢 一起就喝点水 就喝点水 拼命地叫 最后才被人家救出来 你说如果你的女儿 你让她去跟这种男朋友 这种疯狂的男朋友去谈恋爱 她把你女儿带到山上去玩 把你女儿带到夜店里去玩 把你女儿带到整天海边上去玩 你说你做父母 觉得你担心不担心 那就这么简单 所以对他们 还是要教育 还是要帮助 还是要念经 因为现在的孩子 在澳大利亚 他们也受了当地的一些 习俗的影响 喜欢玩呢 澳大利亚的孩子 年轻人疯啊 叫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都要懂得 有的时候菩萨能保佑我们 但是呢 我们也要好好地懂得 掌握好自己的福报 等到你福用完了 菩萨救不到你了 不是菩萨离开你 而是因为你的福报不够 你已经接触不到菩萨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前世累积的 菩萨的功德资良 就是你前世拥有的福气 千万不要在今世拼命地消耗掉 消耗的时间长了就没了 就像你银行卡里的钱一样 你整天用 你没有存进去 你这个卡很快就 钱就用完了 所以前世没有修的人 今世就无缘 有一句话就叫 前世无修 今世无缘啊 那么你们前世修没修啊 你看修得多好啊 你们前世有修 今世跟佛有缘分了 对不对 我们都跟佛有缘分了 师父跟佛也是有缘分的 你们看看 你们天天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吗 你们很爱观世音菩萨 天天拜佛 观世音菩萨对你们有求必应啊 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如果前世没有缘分的话 连修福报的机会都没有了 只管用啊用啊用到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懂 你看你们跟师父学佛 师父叫你们尽量少养宠物 对不对啊 宠物也是你前世的缘解啊 对不对啊 你刚刚诸州 湖南 湖南诸州 有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大爷 退休在家了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养狗 跟那个狗啊好得不得了 他喜欢跟阿尔哈在一起 这个阿尔哈呢 特别依赖这个老大爷 这个初五那天呢 老大爷从外面喝酒回来 就到门口 突然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老大爷最后就被砸了昏过去 不省人事了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颈椎也骨折了 清醒之后 老大爷听到医生的解释之后知道 原来自己住在二楼的阿尔哈 一看见老爷爷回来了 他激动了啦 啪啪扑过去 你想想看一个老人家 刚刚喝过酒 人的腿都站不直的 被他突然之间一扑好了 颈椎都扭坏掉了 你看看 这师父跟你们讲了 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事情 不应该我们做的 不要去做 你看看要什么面子了 俄国有个女子参加吃蛋糕比赛 一口吞三个 一口吞三个 你说要什么面子了 一吃心把三个蛋糕 全部塞在嘴巴里 你们知道结果吗 死了 闷死了 窒息了 死的时候嘴巴里 全部都是蛋糕啊 所以做什么事情 要慢慢吃的呀 吃得太快 不但死了 死不掉也会得烫尿病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看看要面子有什么好了 哎呦我吃三个蛋糕 你塞到嘴里咽不下去的 蛋糕要跟水放在一起 才能咽下去的呀 你刚刚有一个人高中初恋的 他高中有个初恋的 这个这个女孩子要结婚了 那么人家呢就发请柬给他 结果呢他知道之后呢 他还要面子 这个女孩子是我过去初恋的情人 现在跟人家结婚了 同学发了个请柬请他去 他要面子吗 他钱又不多 花了一个很大的价钱 租了一辆兵力 啊开过去 因为兵力人家也不知道你租的了 以为你车这么漂亮 他心里怎么想的 我要开个兵力过去 让我初恋的女朋友 看见我之后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 跟他在一起 现在你看这么有钱 开兵力了 结果大家全班的同学 看见他之后都说 哎呀你混得真好呀 你现在这么有钱了 大家来来来吃吃吃 挑最贵的钱 吃饭 吃完了之后 你老兄有钱 来来来你付呀 结果他一买单两万 自找的了 要什么面子了 你们想想看 对不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要省一点 好了 再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 省一点 所以老师正在帮一个小朋友 填写报名表 老师就问他 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小朋友骄傲的说 我爸爸是省长 老师吓一跳 是哪个省的省长啊 小学生回答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爸爸从不给我买玩具 能省就省 我们家的邻居 都说我爸爸最会省钱的家长 后来大家都叫他省长 所以啊 人呐 本来可以衣食无忧的 但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去尽力 那最终呢 贪了太多了 又慢慢让自己呢 变得就像很多人 你活得蛮好的 你不停地去开发呀 去赚更多的钱呀 最后破产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为生存而忙碌 我们有时候呢 没有去积福积德 你哪来的儿孙绕席呀 对不对呀 我们人不珍惜你身边的 别人对你的好的 每一分每一秒 那么你的亲人 就慢慢离你而去 所以我们只能在回忆当中呢 体会那些 似有似无的感觉 别人对你好过了 没了 你就只能体验那种 好像有过 好像没有的感觉呀 如果你今天还能让别人 一直爱着你 对你很好 你就是正在 长寿着那些美好的时光 所以一个人不要不珍惜别人 所以学佛之后 我们懂得了生命承载着幸福啊 我们人不单单是要活命 而是要活得要幸福 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 你就会拥有幸福 不要去浪费时间 因为浪费时间流逝的 不仅仅是你的生命 还有你的幸福 所以人去寻找幸福 还有机会发现幸福 但有的人总是去发现苦难 所以他找来的都是人间的苦难 最让人心痛的 还有的人 这个忧愁想不通 还有很多的烦恼 那么你就会让你幸福 在你身边白白的溜走 师父告诉你们 发现幸福 比享受幸福更重要 所以你们每一天 在生活当中 发现幸福 这个人跟我很好 那个人跟我很好 我明天可以吃这个 我后天能够玩这个 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我可以念经 菩萨会保佑我 发现幸福了 很幸福啊 你享受幸福 想完了就没了 对不对啊 所以永远要发现在你身边的幸福 你会拥有幸福 所以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 就是珍惜属于你的生命的福分 我们有福气的 每个人都有福气 所以师父说 世界上要珍惜三宝 一个是宝贝 是知识 你看我们学佛的知识 开悟了 明星见星了 非常好 还有一个珍惜的是 三宝 第二宝是身体 身体是你的宝贝啊 没有身体 你还有什么 身体好好珍惜啊 还有一个知识 身体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有了 知识就是会增长你智慧的呀 有情 别人对你的有情 珍惜别人 人家帮你付出一点点拼命的感恩啊 你会拥有啊 别人给你做点吃的 好啊 你想一想 你端了一碗菜的时候 你想一想 他要洗啊 要切啊 对不对啊 有好几遍的洗啊 好几遍的切啊 好几遍的什么什么 做很多工作 最后烤啊 烘啊 烧啊 才能出来给你吃 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 人家做了多少工作 你怎么不想想珍惜的呢 对不对啊 师父就很珍惜 你们阿姨不管给我吃什么东西 我哪怕吃得下 吃不下 我总要尝一尝 因为我很感恩啊 对不对啊 很多我们的佛友 给师父做各种各样的菜 我都很开心啊 我都一看着 我就觉得 哎呀 真的用心 每个 每个佛友 每个孩子都很用心 因为为什么呢 你有感恩心的话 别人会很尊重你 别人会对你更好 你比方说老婆给你做件事情 你很感恩老婆 你说老婆会不会对你更好啊 就这么道理 所以人要学会感恩别人 普通人呢 只想着如何的去快点度过时间 有智慧的人呢 要学会设法呢 利用时间 你看看师父就啊 昨天礼拜五 我就利用时间又给你们上了一课 而且这一课上完之后 我要转发到全世界 很多佛友 很多观音堂 对不对啊 所以你们要学会珍惜时间 因为人的寿命 珍惜时间就等于延长了你的生命了 你不珍惜时间 实际上就是你缩短了寿命了 生命怎么延长的 你看我在短短的十年当中 我做了多少事情 我这个生命很长啊 对不对啊 所以每一个人一生都会做错一点事情 但是不学佛的人 很难原谅别人 如果你不能原谅别人 你就会让自己在别人的错误当中 更加的去伤害自己 所以不要再去伤害自己了 别人做错 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不做错 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节约时间 每一天 弘法 学博 不糊涂 那就是最好 非常好 好 那个跟你们讲一个 跟你们讲一个生活的事情 如果你们观察自己的双手 如果发现指尖比指节更粗大 大家听得懂吗 指尖比指节大 指节小了 手粗大了 明白了吗 患有严重的肺部疾病 听懂了吗 手指尖 手指尖知道吗 指节就一节一节的地方 就是手指尖比指节更粗大 就是上面大 这个指节小 明白了吗 那就是肺部好了 如果指尖生长缓慢 没有光泽 而且变得黄 变得厚 你的淋巴系统出了毛病 明白吗 所以你们看手就看得出 这个人身体有没有病的 你们不要以为呀 手很厉害的 明白了吗 不能让它变黄 如果手被静脉突出 每个人都有吧 很多女士都有 手被的静脉突出 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加明显 你的心脏病有可能 明白了吗 所以不能让它再出 不能赖它出 不是说你这个手这么碌碌 它就心脏病就好了 你要注意心脏的保养 你这个手上面 静脉才不会曲脏 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手呢 因为食指连心的了 手是连的心的 所以你看到手指的生长 能够知道你身体的病 对不对 每天可以看的呀 明白了吗 如果你的手掌犯红 这手啊 手掌是这个叫手掌 听得懂吗 手掌 这叫手背 这叫手掌 经常红红的 红得很厉害 我告诉你 肝 你去看好了 刚刚喝完酒的人 这个地方红得不得了 肝出问题 明白了吗 如果你过度兴奋 哎呀 很开心的时候 或者过度紧张的时候 你的手掌 常常出汗 潮湿 知道什么病吗 你可能有 甲状线的异常 听懂吗 经常的出汗 手掌出汗 或者有点潮湿 如果你的手 经常发抖 知道是什么吗 我跟你们讲过吧 什么病啊 甲康 所以我叫你们 经常把手伸直 看看自己抖不抖 听懂吗 如果 假抖 听懂吗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大家告诉我 发抖叫什么 帕金森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字 好吧 一个字 一个字 今天呢 跟大家讲一个帕 一个字叫帕 文化叫帕 帕 帕 听得懂吗 帕人的帕 那么 帕字呢 从字面上讲的 就是恐惧了 对不对啊 就是内心空虚啊 这就害怕了 不知道 害怕了 对不对啊 看看 帕的左面 树心边旁就像个人一样的 对不对啊 边上 是一个白 对不对啊 我问你 人怎么才会怕和恐惧啊 内心一片空白 这个人脑子里什么都不懂的 你害怕了呀 你开车不认识路 你害怕了 你跟人交往 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交往 你害怕了 听懂了吗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你恐惧了 你会害怕 你内心空虚了 你就会害怕 所以一个人 怕字就是告诉你 你要多学 多看 多听 你这个人就什么都不会怕了 所以叫 所以叫 所以叫什么 叫一高人胆大 对不对啊 好 今天这个字 给你们讲完了 我 接下来呢 我看看 我看看 好 要记住啊 一个人口头禅 经常讲这三句口头禅的人 你如果经常嘴巴里 爱说这三句口头禅的人 你已经是轻微的忧郁症的人了 啊 你们相互提醒以后啊 啊 看见老婆在家里经常讲这几句话 你就说轻微忧郁症 哈哈哈哈 啊 那么 哪几句啊 这个三句口头禅呢 第一 第一句是什么话 知道吗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经常在家里说 烦死了 真的是烦死了 听懂了吗 烦死了 性格及躁 然后呢 对什么事情 对社会上所有的事情 都产生一种反感 是不是啊 你不反感你会说烦死了吗 你就是反感你才会说烦死了 这样的人开始消极 又没有办法来解决 所以他才烦 然后从没苦脸 而且他的内心觉得这个世界对他都不公正 所以他就会越来越烦 那么悠悠寡欢的态度就来了 所以记住了啊 经常说我烦死了 烦死了 这个人就开始轻度忧郁症 明白了吗 记住啊 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 房间还比较大 写一下 请不要说这三句话 否则轻度忧郁症 第二句 是经常说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听懂吗 不能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经常以为自己一无是处的人 有轻度的忧郁症 为什么 他对生活没希望了 他什么事情都说 我什么都做不好 我这个人没用了啦 其实 他就感觉我出生到人间就是一种负担 我到人间怎么这么没用 那么他慢慢时间长了就会自杀 慢慢时间长了 他就会慢慢的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希望了 所以经常讲 我真的感觉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真难受 记住了 忧郁症了 两句话 你们阿姨里边 如果有谁经常讲这两句话的 跟我回去好好改一改 不能再讲了 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要记住了 经常讲 我这个人 没有丝毫的尊严可讲 没有人尊敬我的 有什么东西可以尊 我有什么尊严呢 听懂了吗 不能讲到 很多爸爸在家里就是的 我还像个爸爸了 我有什么尊严呢 妈妈在家里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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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这么叫 我还有尊严吗 好了 忧郁症了 男人的忧郁症了 听得懂吗 因为不管什么事情 如果他总是感觉 我没有尊严 那这个人 那这个人就不想跟外面接触 就会自闭 他喜欢一个人生活 因为他跟别人在一起 他觉得自闭啊 他觉得我没有尊严啊 别人不会尊敬我的呀 所以这种人 而且还喜欢到黑的地方去 所以你们去看很多西人的饭店 咖啡馆 他为什么里面灯这么暗啊 很多人喝咖啡 有前期的忧郁症 听懂了吗 他丢脸啊 他觉得没面子啊 去喝咖啡笑笑愁 跑到店里不要太亮 最好人家都看不到他 所以你就看忧郁症的人 都不想看人 你看我人越多越开心 灯光越亮我越开心 对不对啊 你们要学师父啊 对不对啊 你们要懂得 很多人 你看看他到黑的地方 他就开心了 有没人看见我 一到哪里躲进来 一到哪里躲出去 已经有 就是没人尊敬我 因为没人 他觉得没人可以尊敬我自己的 所以我这个人真是一无是处 好了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那么师父就跟你们讲了 真的烦死了 不要用 什么烦了 有什么好烦的了 烦了之后 而且还要死了 更讨厌 你就都烦了 就可以了吗 烦了明天就不烦了 如果你烦死了 那明天没了 你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你经常想 我什么都做不好 他做的好了 他也做不好 我好好努力 我做不好 我再做 我做不好 我再做 我做不好 我就要做 哪有会做不好的 就像蛋糕一样 做了坏掉了 再做 烧饭一样的 加生饭 水是太少了 一会儿又太干了 一会儿水太少了 对不对啊 那还有一种饭 人家就是要吃加生饭 意大利 那个饭 你不加生 你不能吃的 所以我们 很多中国人说 吃加生饭要吵架的 听得懂吗 其实说 什么叫加生饭吵架 实际上就是 不好好用心的烧饭 吵架了 明白了吗 什么叫尊严 你好好的尊重你自己 别人就尊重你了 你就有尊严了 你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别人怎么尊敬你啊 你跑到人家面前 穿得真正气气的 对不对啊 讲话文字彬彬的 吃饭彬彬有礼的 做什么事情 这样笑笑的 你说人家不尊重你啊 你自己都看见别人 我不知道 你说人家怎么来尊重你啊 我从来没试过这个感觉 所以我学不出来 我就到哪里 从小就昂头挺胸的 人越多的地方 我也要让人家看到 好 跟大家讲得很开心 最后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有个表妹当年高中分班 分班之后呢 她想选了美术 她想选美术班 但是她的姑父呢 坚决 就是她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就跟她说 孩子啊 你没有美术基础的 你不能选的 孩子你没有美术基础啊 没有这个细胞啦 但是她的表妹呢 不管怎么央求啊 哎呀 爸爸你让我去 她的爸爸就说 你没有美术基础 你不能选这个科 这个表妹呢 被她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指着墙上的奖状说 墙上不是有很多奖状吗 你就说 谁说我没有基础啊 爸爸 从三年级开始 这些奖状都是我画的 你能看出他们是假的吗 很有本事啊 画出来的 好 还有一个笑话 还有一个笑话 说很多宝宝的名字呢 都是用父母亲信使当中 一个字 爸爸一个字 妈妈一个字 加起来 对不对啊 比方说 爸爸姓李 妈妈呢姓齐 那么叫李思齐 爸爸姓刘 那么妈妈姓林 叫刘亦玲 什么的 都有的 就这种名字的 有一个女孩呢 认为这样的名字呢 很有意义 她就跟她的男朋友商量 她男朋友没文化的了 跟她商量 说以后给孩子 也用我们两个人的姓 给孩子取个名字 那个男朋友就问她了 我姓钟啊 那个女的说 我姓贡啊 就是龙 一个龙下面一个贡了 龙贡了 那么宝宝取什么名字呢 那个男的就说 那就叫终点宫吧 一个姓钟 一个姓宫 叫终点宫 一点就出来了 好 今天呢 跟大家呢 讲那个佛法 就讲到这里 我们学佛做人 要开心 对不对啊 心情是调节你 浑身内部神经 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如果你天天开心 你的器官就会正常运作 你天天不开心 你的器官不正常运作 你就会滋生出很多烦恼 而这些烦恼和忧郁和恨 都会让你细胞源发生变化 可能你就会有癌细胞出来 所以这个都是科学家讲的 希望我们每一天 学佛人活在快乐之中 每一天都享受着 这个佛光普照的喜悦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天天念经 才能真正日上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真正的学佛人 是有恒心的 真正的学佛人 那是这个人有誓言的 所以一个人要成功的人 他必须要有恒心 要能够坚持 要能够有智慧 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 这个人就有智慧 什么事情都天天愁眉苦脸的 这个人就离开了智慧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也谢谢大家跟着师父学佛 也谢谢大家来看师父 希望大家好好的天天念经 菩萨会天天来保佑你们的 你们会一切平安的 好吧 好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